方法,那兩種方法 Query Table最簡單 用錄製句就可以產生 第二個是XML的那個HTTP物件 就是我們剛剛用的 其實第三個還有一個方法 在雲端白板裡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那當然因為這個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放在其他普通範例 那這個也是其他同學問的 那你可以找到進階 進階裡面我放了有一些 跟同學問的跟下載網路之類有關的 把它放這裡 其中有一個這邊有刮壺 最下面這個 你可以看刮壺 用IE物件下載網路資料 那這個的話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我大概說一下 這個它的需求是這樣 這邊上面有個網址 這個網址你把它連結 那連結進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網站 觀測資料 那裡面的話特別重要 它每天要做什麼 它要撈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不是全部的資料 是所有資料裡面的其一 台北市的安部 所以它還要去抓第二個是台北 再把這個資料 再把這個資料 複製貼上 再換下一個 竹子弧 有沒有 一直抓到關渡 再換下一個 新北市 新北市又有新北市的 所以我剛剛講 這總共有 上面 21個縣市吧 還是22個吧 在層上底下的這些 每一個每一個都有 那也就是說它每天至少要複製貼到100次以上 光處理這些資料 它大概就 恐怕那個大概時間 大部分時間就做這些事情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說它 要把這些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用剛剛的那兩種方法 其實都不可行 為什麼 因為它必須要觸發 這上面的事件 也就是說當它下拉的時候 在產生底下的東西 把底下的東西 通通抓下來 那用什麼方法會比較OK 其實如果說你要用 像這種動態的話 而且必須要觸發 上面的任何的 包含也許按鈕 下拉清單 或者任何的 上面只要有那種 表單的元件的話 那你都可以用IE物件去觸發它 觸發完之後呢 再把你需要抓的範圍資料 把它抓回來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在這邊 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我大概分析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概就是 講一下 關鍵就是IE物件 裡面的話 一樣 去程式碼裡面看到 這個東西叫什麼 其實這個你 你把它 直接從這邊看 這邊點它一下 按右鍵 檢查 按檢查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 跟你講說 這個selector name 它的名稱 它的ID 關鍵字叫ID 叫做 什麼呢 station county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按右鍵 檢查一下 這個叫做 ID叫什麼 station 那也是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它的ID 那如果你要控制它 你可以只有ID去控制它 去change它 所以你可以用IE物件呢 去觸發它 讓它改變 改變之後呢 再把資料抓回來 所以大概這邊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有興趣的同學 抓怎麼抓 把底下的東西一個一個的抓回來 放在你要放的儲存格裡面 對應的程式碼在這裡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的IE氧器的版本 不能是太舊的 什麼叫舊 基本上我們把 瀏覽器打開 在 應該在哪裡呢 在這邊有沒有 一個問號這邊有個關於 現在最少都是11 12啦 版本有沒有 IE的版本 如果你還在8的話 很抱歉 它不支援8.0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在 像我們這邊環境就不太OK啦 那怎麼辦 不過沒有關係喔 我因為 我用那個遠端遙控喔 因為 我們這邊 除非下一次請 請這邊幫忙升級一下 IE瀏覽器的版本 不然的話 如果你用舊的版本 執行這個程式會有問題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 那為了要demo 我把它連線到我自己的電腦上 那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跑的方式 把它鬆算一下 OK 這邊 它已經在跑了 不過 我跑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的東西 是要先捲動一個 然後抓一筆 捲動一個 抓一筆對不對 好 那它呢 這邊也是一樣 你把它點擊下去 OK 不過特別注意 點擊下去呢 可能要等一下下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你要先確認什麼 確認你的 網站上面的東西 是ready了 ready之後呢 我在設大概5秒鐘 還先不要點擊 因為你太快點有沒有 網頁還沒有ready 你就點擊它 會造成錯誤 因為我之前本來讓它等個 等個3秒好像也有發生說 等5秒好像差不多 所以有時候要test一下 點一下複製貼上 你每天都要做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IE物件去抓的話 基本上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你就讓 以色列跑就好了嘛 你也在跑 問題上 你去 去泡杯咖啡回來 時間差不多 然後就可以做下一階段的事情 那裡面有哪一些重點呢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程式的話 第一個 我先建一個 UIL的 這個變數 這個是網站 然後呢 setIE set 這個剛剛 好像之前我們有看過 還有印象吧 我們 建那個 xml http的物件 其實也是用一個關鍵字叫 create 什麼 create object 有沒有 就是把IE物件引用進來 也就是把IE呢 放在我們的Excel裡面 讓它執行 所以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我剛剛提到 一定要用IE 比較新的版本 主要就是 其實我們 我們用 它沒有 後面沒有指哪個版本 也就是你現在安裝IE哪一個版本 它就哪一個版本 但是剛好 旧的版本 那個 有一個 功能 它沒有 沒有支援到 所以 這個地方 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IE這個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叫 netgate netgate 顧名思義 就跟你 網址給它 按個enter 就是什麼 到那個網站的意思 navigate 後面加一個什麼呢 我們上面這個網址 當然你可以不用加這個網址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自傳放後面也可以啦 do wire 有沒有印象 剛剛也用到 dowire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接下來要做 做什麼 抓網路上面資料動作 那什麼時候開始 do 當什麼時候呢 IE ready了 然後 叫做ready stay 不等於 不等於四啊 不等於四意思就是說 當它準備好的時候 或者是呢 當那個什麼呢 當 IE busy 它什麼呢 它正在忙碌 它還沒有 那這個時候 你就是等它 do event 就是你先做別的事情 一直跑 反正就停一下 直到它什麼呢 直到它準備好了 直到它ready之後的話 等待網頁呢 這個完成之後呢 才往下跑 那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剛剛有提過 要怎麼樣讓程式停五秒鐘 因為你有時候網頁下來的時候 你如果馬上去點擊 你會發現它 它不會理你有沒有 有時候網頁 看通畫面 可是點下去沒辦法點 為什麼 因為它雖然 有 已經下來 但是它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後來我發現 你太快去點擊 反而會發生錯誤 所以呢 我就讓它等個五秒鐘 所以將來如果說 你要讓它等個幾秒鐘的話 你可以用application這個物件 裡面有個位置方法 用現在的時間 加上五秒鐘 後面記得 一定要給它一個格式 這個time value就是包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用那個time value的話 它沒辦法接受 你不能給它五啦 它不知道是五秒鐘 還是五分鐘 還是五個小時 所以特別主要 如果你是五分鐘的話 你就改這個 改這邊嗎 如果你五個小時 你就改這樣子 OK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 就是你 不要讓它跑太快 尤其像網頁還沒有準備好 那你就是去抓它 一定會失敗 另外還有之前有同學問到就是說 像比如說把那個 檔案要寄給 寄給別人的時候 那因為也是一直跑 跑個回圈嘛 因為你有很多mail email信箱 那你一直跑一直跑 丟那個就是信件給伺服器 mail server的時候 它會以為你是駭客 太快了 所以這時候怎麼樣呢 他說常常丟是可以丟出去 但是都會被擋掉 而為什麼 因為它會知道你是類似機器人嘛 不然怎麼會這麼快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寄幾封信之後停一下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等待 反正以後你只要程式裡面需要等一下的時候 就用這個方法就OK了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for i 等於1到22啦 這個22其實 那這數字我怎麼 就是數那裡面啦 22個縣式吧 是不是 縣式22 and格式3 然後呢 再利用一些方法吧 反正就是 這邊一樣再把它等一秒鐘 因為抓跑 跑那個上面的時候 就是一個外面的縣式 加上裡面的東西 裡面不知道X 你可以再去抓裡面的東西 然後反正就是一個個抓 總共底下有5個格子裡面的東西 把它抓到儲存格了 所以我讓它再去set event 再create event就是 讓它那個網頁的動作做一下 讓它跳一下 然後呢 再去抓裡面的資料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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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再把資料切 切切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可以把所有資料呢 通通都抓下來啦 那這個部分我想 給各位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針對裡面的程式呢 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部分牽涉的層面還蠻廣泛的 如果你可以 懂得去控制IE瀏覽器裡面 所有的功能的話 我相信你要抓什麼資料 都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那這個範例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OK 雲端白板裡面的其他補充範例 裡面的那個進階 進階裡面的那個下載 網路資料的相關 最下面這一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你們先確定一下 你那個IE的版本 因為你IE的版本 如果是8的話 你就回去再測好了 因為在這邊好像會會有失敗的問題喔